走 海巡隊員對著大陸漁船大聲色斥 叫船上的漁民不要輕舉妄動 但現場漁民也強勢反抗 雙方僵持不下 隨後現場傳出十幾聲槍響 雖然一片漆黑 但還是隱約可以看到 海巡隊員漸漸逼近大陸漁船 船上漁民也舉起雙手 做事要投降 情況依舊危急 停船了 停船了 沒想到這艘大陸漁船 怎麼樣都不肯停下來 為了逃離包夾追捕 還速度蛇行巨檢 甚至意圖架船衝撞 近門海巡隊員看準時機 一個箭步跳上大陸漁船 直接展開強勢壓制 人名攻擊有六名 六名 六名 那目前壓制中 過程中近門海巡隊 連續射擊數十發線彈槍後 才讓大陸漁船屈服 海巡隊上船後 大陸漁民坐在船艙內 乖乖束手就擒 後續成功查獲一艘七人 兵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末路二十件漁網約一千公尺 未來將會從眾來採罰 新台幣三十萬以上 秋季漁迅來臨 金門海域高架黃魚白昌盛產 五號凌晨引來大陸漁船越界捕撈 追捕過程中 金門海巡隊員還差點被推下落海 左信最後順利將大陸漁船壓制 結束這場驚險的海上追捕 記者李俊龍 蔡雨山 金門採訪報導